癌症是国人的十大死因之首 这是国县署推动的癌症筛检的服务 这是所举办的癌症防治基优医疗院所表扬典礼 而这次表扬典礼当中是由台中荣总的普里分院 拿下口腔癌切片达正王地区医院的第一名 国县署的署长吴钊军也提醒大家 定期的接受癌症的筛检 早期发现而且早期治疗 国县署说了 透过医院的主管医护人员跟志工 带来一起努力 总共提供有两百七十六万次人的 这个癌症筛检的服务 也占全国总量大概百分之六十 而且也检验出有三万多位 这个癌症的这个之前的病变 以及八千多个癌症的个案 让高达有三点八万人 因为透过这样的筛检 及早接受治疗 也重拾健康的生活品质 那这一次总共颁发奖项 给五十七家癌症防治 肌优的医院